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样一个比总理还忙的人 对吗 他得看那么多的书 每天整个欧洲杯期间2点45分 凌晨2点40你都看了 对 几乎一场 几乎只漏掉一两场吧 那你首先可以分享一下 你这段时间的生活秩序给搞成什么样子 对 我这里我要加一句描述 他还不仅是看 他一边看书一边看球 听说是这样 中场休息才看书 练一个手还干着别的 你知道现在这个球员都爱看书啊 你比如说像这回给人拍到 俄罗斯那个原来叫新沙皇 现在褪色的那个球员 他想不起叫什么 艾沙维 他被人拍到 他们足球队在开打前的练习里面啊 他坐在场边看什么 看一本俄文版的春上春树 海边的卡夫卡 我以为是钢铁是怎样练成 人家多文艺反 然后又拍到今年冠军队 西班牙的阿龙索 他还入过两个球呢 今年 他又在看什么呢 他在看西班牙文版的 斯威格的群星散钥匙 然后呢 至于卯缠 八神啊 他都看书 但是只不过他看的是哈利波特 对 所以行为也比较像 咱可以可以看看这回这八神 其实你看我这个尾球迷 我在这一次才对他有个近距离 这是输球了 但是文道 我觉得他们吹火了半天 这八神呢 我就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我看了最后一场比赛 我就想啊 这个实力啊 跟发型无关呢 是吗 实力跟什么忽悠 也没有关系啊 你说实在的 你就讲这个发型 好 那个哈维 西班牙那个哈维 你知道哈维在家乡的外号叫什么呢 什么皮老皮 还是老皮老 我记不清 什么意思 阴谋啊 阴谋 他当然非常像 他头发确实特别像 对吧 你看人家那头发 像谁的阴谋 也是 每个人有点不一样 看多了就懂 但是你看一样 阴谋也不防 不爱大师的 这个风格 不过很难讲 因为其实八神 踢的是非常好 是踢的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 他太不稳定 所以又叫脑残嘛 不是神 就是脑残 但西班牙不一样 我觉得这回 我一直觉得 我先说一下 我每天看完球啊 通常是这样 如果球赛闷的话 那看完就洗洗睡了 对不对 对 我想指导一下一个生理问题 因为这也是很多球迷啊 咱没这个体会 他们天天跟你差不多 在这段时间之内 这个脑子是不是进入一个昏昏缘的一个状态啊 对 因为尤其是两年大概就有这么一回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这个规律是这样 因为NBA的总决赛 总是碰上世界杯决赛周 或者欧洲杯决赛周 欧洲杯世界杯 那么中间是建两年两年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每两年 你大概就有一个月 是晚上看世界杯或欧洲杯 看到差不多五点多 然后接着八点多起来 就该看NBA总决赛了 那大概是一个多月 就每两年就有一度是这个样子 那那个时间呢 你如果那个球闷 你还没什么去睡 对吧 但是问题是 那球要是精彩紧张的话 你这看完球啊 你是睡不着 也睡不着 你睡不着 然后得耗上半天 上上网啊 搞这搞那的 那么于是呢 这么下来呢 就整个月都会有点迷迷糊糊 晕头转向 但是我还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越想像吸毒 你知道吧 就看了一场好球赛 你会整个人就 就嗨了 嗨了 对 因为今天我觉得 唯一这个世界上 让我情绪最激动的 那就是看球了 而且我跟你说 本身这么长时间熬夜啊 这个内分泌就是嗨了 对 就熬嗨了 可是嗨了还是要付出代价 闻到还好 因为它是自由工作 而且你还会感觉到容易勃起 你知道吗 是啊 对我听说 而且它是有点那个洋气 虚火上升的 那么你不找 所以我就都看球了 我就每一天 我觉得困扰了多年的问题 对 他省了多少吃药的钱 勃起容易 这个放松下来难 哎呦 那以后每天改变生活习惯 不看球 你终于找这话题了 快说 那我说文道不能做准 因为他自由工作嘛 你在怎么昏昏沉沉 你可以调动你的工作时间 对 而且他一天到 你要上班就不行 一天到晚 在飞机上面 天空上面飞嘛 就躺着就躺着就睡觉 要去圈马行火 对 可是我看到我很多 每天要上班的同事啊 现在每天看完球 那不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回来工作 那个情况才惨 要请假 要把整年的廉价要去掉嘛 因为香港法定假期嘛 他要每半天收拾半天 或说请病假 各种不同的理由 从头疼到自仓发作的理由 都想出来了 都请假 然后呢 我觉得每一年 每一届比每一届 大家更厚颜无耻 因为以前啊 打世界杯也好 奥运也好 什么 只要有半夜看球的时候 大家还真的会想一些理由 来请假 对不对 所以头疼 说妈妈生病要在家照顾妈妈 等等 现在不是了 都不用想理由了 因为大家都明白 你是做假的嘛 对不对 一打电话回来说 都不用讲话 对我就止不了床 不来 好好好 你收拾一下 我觉得那对人的心理状况 还没影响 不是 我打断一下 我突然发现 家辉玩的挺潮啊 能给我们秀一秀吗 是啊 他弄了个文 你这样文在脖子上啊 这是个什么呀 要不要也看看我的 这好像是巴黎岛的 变变变变蝠吗 没有因为我 我我看下了吗 咱这导演能给你拍拍吗 那是嘎鲁岛 哎呦 我好家伙 这是谁咬的 没有因为我看到巴神啊 巴神 你也来一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惭愧的 因为刚我们节目之前 你们给我看巴神的照片 我还问这是干嘛打 以为是墨西干人 是吧 我以为跑步的 通常黑人在我心中是跑步的 而且意大利对 怎么会有黑人啊 我总是想 意大利就是很英俊的白人 因为这个事 他也承受了一些不白 真叫不白之冤 对 他这才21岁嘛 过去老在球场上 人家骂他 黑鬼啊 或者什么 就就就就骂呀 他确实有点成长过程中 有点 他是被人欺负的过去 种族歧视老针对他 不过 我想讲这回的比赛啊 就我觉得很 这几天一直活在一种 强烈的幸福感 跟幸运感这种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 你知道我们做球迷的人啊 像我真是余生野晚 我70年出生 70年那年出了个什么事 你知道吗 1970年 是巴西再次夺得世界杯的那一年 也是号称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支国家队 比利 他的黄金年代 贝利 对 对 然后那一年比赛呢 被很多老球迷称赞为就是 世上就不可能再复制 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后到了我开始看球的年代呢 就以甚至连贝根包演那些当然也看不到了 然后 克努伊夫呢也看不到了 但是我看到荷兰三剑克 然后我看到了后来的巴西队 看到后来几个队 但那些队伍呢 坦白讲都打得好 但是很多人就老球迷说 哎呀 那哪如当年那个巴西 更老的还会跟你说 以前匈牙利那才叫牛 跟你来这个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最近这几年 看了西班牙的这些足球之后啊 我觉得有一天我老了 我跟年轻人也能这么说了 我说你不知道 那时候那几年西班牙 那才叫足球呢 没错 就你开始有这种感觉 你觉得你见证了历史 你看到了一个 一个王朝的诞生 对 那个时候足球场上 可能全是巴勒特利的 孙子那个范儿的 对 都是那种的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闻到这个真正的球迷 让我们这个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要先讲 什么叫做运动上的王朝 王朝指的就是有个球队 你让他觉得他统治了整个球团 比如说像以前NBA公牛队 我们不要去讨论历史上谁最好 这种事没法比 但是你可以讨论的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个王朝 王朝的定义很简单 你就看人家怎么说他 通常过去人家怎么说乔丹时代的公牛队呢 最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怎么样阻止他 然后后来呢 到了这几年的巴萨 大家都说这是宇宙队 我们要有地球保卫战 谁出来捍卫地球 宇宙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 对 就这个感觉 那现在这个西班牙 大家讨论的方式是一样的 谁能挡住他2014迈向世界杯的道路 都在讨论这样 当每个人一谈这个球队就谈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正在统治这个球团 而且把这个某一项运动的最光荣的时刻给了那一队 像西班牙队 英国卫报就这样说 足球嘛 他们叫football 他们就说应该这个字切成两半 foot 脚啊 这属于德国的 对 脚是德国 球 球 就属于西班牙的 对 他说只有西班牙才是真的是球 德国就只会跑 冲啊 好像反正要的 对 挺好意思的 他就这样把这个一项的足球 把一项运动归给西班牙 而且刚刚说到NBA 而且除了说他是一个王朝以外 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创造最传奇的 最有戏剧性的 让你可能记得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辈子的路球 像Jordan 对吧 对 公流队最后最后一秒钟 所以 暴赢三分 家伙 谁说你不懂 你刚才说的话 就是哈维嘴里说出来的话 哈维就差我 我觉得就是个球道派 他就是就觉得就是说 胜负当然是非常重要 他说但是他关心的传奇怎么产生 对 有些时候你拿了一个冠军 但是人们就忘记了 对 但是有一个比赛 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这个传奇 对 而且你比如说像我这个不懂球的 也能从这个里边啊 得到很 哎 我我现在又觉得万法一理 闻到 就是你看啊 我好比我对这个武术武功都很感兴趣 对李小龙 对太极拳都很感兴趣 我觉得他们这个里边啊 存在着某种 你想说西班牙T9有点像截拳道 在你进攻之前先截 就是你比如我给你指个例子啊 他对我们我觉得对对有多分担的启发 好比说这个瓜迪奥拉 当年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概念 这就是今天呢 西班牙人能够在这个小三角小范围内这么这样传球哈 这个非常有意思 呃 我那天看三联那个杂志上讲 当时他们叫这种踢法啊 叫做 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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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象声词 嗯 他要翻译呢 很难翻译 大体接近于什么呢 敏感敏感的触摸和那个倾斜 敏感的触摸和那个倾斜 当然这么说 我们好像也不是很明白 可是我跟你说一个异象 你就明白了 就是这次他们得了冠军之后 西班牙人经常这么做的 斗牛的那个动作 这个斗牛啊 拿着那个旗子 甚至有一个导演 叫M杜华吧 这个西班牙的导演 他我就认为他非常好的 拍出了这种感觉 就是说 当这个牛过来之后啊 斗牛是闪得很远 不算本事 就是敏感的触摸 刚刚让你擦着我过去 然后呢 我这个身随行转 随着你就转 你这么就是随行就事 顺势而为 就是你这么一来 我可能顺着这个势就一斜 你看他这个Tik Taka 而且你看我在这个踢球里啊 我就有这个意外的一些个感悟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敏感的东西 非常敏感的触摸 和这个倾斜 和这个倾斜 而且而且还有点很重要 就是运动啊 就跟战争一样 就历史上凡是流民的名将啊 他不是因为他赢的战役 战争战战战士比谁都多 光赢出不了名的 你必须赢的有格调 赢的就是说你发明了 像当年的龙梅尔也好 或者你发明了一套战法 你有一套很有格调的打法 跟别人完全不同 带来一场革命 这就是以前意大利的 比如说实质联防 贝根包尔时代的自由人 荷兰的全空战 到今天的西班牙 你看到的真的是一场革命 就他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当然这个打法你可以说 他是无非就是过去荷兰人 讲全空全守 甚至他这个所谓的六四无风的这个阵容啊 大家说很手创 但其实十多年前巴西一个教练 培里尔就已经提过 但是你从来没人做过 我觉得他最大的革命是什么呢 就这么讲吧 贝利踢球那个年代 大家都说那时候巴西很厉害 但不要忘记那是什么年代 那是连电视转播都很少的年代 那时候欧洲人碰到了南美人踢球 对他来讲这就是外星人 他怎么这么个踢 完全适应不了 但今天这个世界足球是什么场面 就任何一个场上的人都太熟了 就你西班牙这么多年就这么提 谁都知道你这么提 但哪里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把传统的欧洲风格 跟拉丁风格真的融合起来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过去从来没出现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世革命 而且我觉得我刚讲格调还包括第二方面 就是这只西班牙让人佩服的 当然我们谈足球 谈运动很少想谈人品 对不对 但你发现他们的人品 是内在于他们的足球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像巴神这种 像英国的那些球员 不是老出坏孩子吗 老是那种红了之后 踢了一两剂之后 就一天到晚给人拍到 又去找妓女 又去喝个烂醉 又打人又什么 那这只西班牙是什么样 哈维小白两个平常是几乎是宅男 就从来就只挂着踢球 对 然后很少有什么 还有那个这次这个金靴 就最后进球 那个叫托雷斯 托雷斯说也是 对 他们这一帮人很奇怪 就西班牙这个球队不出坏孩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国家的清顺体系 强调说你十来岁你来踢球 代表国家踢这个少年队 儿童队也好 首先看的当然是 你技术能力行不行 接着去看人品 你要是不谦虚 你要是不讲究团队合作 你要性格跟大家合不来 马上把你 可是因为倒过来 我们想象 假如他多出几个坏孩子 可能他更受欢迎 可能这革命 这能够维持下去 因为我不断听到你说 像革命革命 他当然带来全新的打法 全新的进攻的方法 防守等等 可是也像革命一样 没办法维持 每一个好的球队 带来一波革命之后 打不下去了 有可能 但是将会跟你讲的 恰恰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革命 最大的一个地方在哪 比如说贝利那一年 1970年的巴西 其实很多明星 但大家记得是贝利 20年后 大家想起这个西班牙 你记住的可能是一堆名字 或者一个名字也记不起 为什么他这个真的是整体 真的是个整体 他真的是你说 哈维是不是最重要 他重要 那小白不重要吗 对 那圣卡西不重要吗 所以他真的是个整体 他真的做到了别的球队 做不到 他真的像个机器 那这个机器的前提 就在于每一个人 哪怕是刚上场的一个新闻 他都很快的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怎么样融入这个团队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 对性格上有要求的 而今天世界主坛 坏孩子 其实坏孩子是常态 当一帮球员 整个对球队球员 都是好孩子 这是革命 你知道吗 就因为坏孩子是常态 这个这个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 有点过分 因为你毕竟 人品的好坏 很难 我不是说他们 真的是好人了 或者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的是性格中的 某一个特点 对 那个特点就是 谦逊 然后懂的就是跟别人合作 而且而且这个 我觉得我对油然产生了到西班牙旅游的兴趣 我突然觉得西班牙是个出这个大师的国家 什么比加索 达利 维拉斯凯 这都是这个开创一代宗师的这种大师 而且这几年也成体育大国了 F1 对 网球 篮球 现在欧洲最强是他们吗 没错 那足球是世界最强 他不断出人 好奇怪 他人口不多 西班牙比英国少的 对 你想人家这个政治觉 我都认识到什么水平了 西班牙的这个 我忘了是谁 他们队里的是谁 就说我们今天这一战 是让西班牙人民逃离现实的出口 然后意大利那个谁 门将布逢 对 布逢说 也许我们意大利人明天就会失业 但是他们要享受今天这场比赛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时间再前进 凤凰卫视记者身处不同时区 注视同一新闻事件 焦点结构 深度探讨 每周一小时 以精确的时效 环球性的眼光 换算世界大势 环球直播室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渡藏 红花国色 降向变幻 红花狼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你别看咱家会姓马 他见过贝利呢 姓马出名人 马克思啊 马到贝利那去跑马 我见过贝利啊 在电视 在电视 那还说什么 谁没见过 那我们 没有我见过 这个就是贝利的厉害 我刚不断说传奇嘛 对不对 你见过之后 你在电视看到 你感觉在现场一样 而且一辈子记得 因为我那记得 是因为 其实记得我老八 那时候香港 刚好有电视转播 我忘记是新闻片 应该是新闻片 不是直播了 不可能是直播 然后贝利其中有一场球 有一季球 他是从自己这边的 带着球 过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那就是70年世界 没有进去 那就是70年世界 那我为什么记得那个呢 除了这个太戏剧话以外 我记得当时在家里吃饭 一群人家里住了八九个人 看着一个小小的电视荧幕 每个人把鼻尖都臭 人家电视荧幕 我看到我父亲 父亲啊 这是一辈子 唯一一次看到我父亲 那么不淡定 夹着一块好像肉还是菜 马上就半空 嘴巴张开 弄在那边 你知道 我就呆了 原来我父亲也是个人 你知道 也有那种情绪 你还没有成为球迷呢 就已经开始缅怀辉煌的过去了 我跟你说文道 我跟你讲讲 我作为一个伪球迷 在这次看这个欧洲杯 我是怎么样 既不吃亏 又享受了一点决赛的乐趣 我跟你说 我不能不睡觉的 所以我不会2点45分 看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样 我现在啊 没有失眠的问题 可是我天了个毛病 是早醒 他们说老头 老头 早醒 你说吧 七点钟就醒 很烦人 最后呢 我只好提前睡觉 我才能睡七个小时 对吗 所以我不能看 但是呢 我至少决赛总要看 你知道 你要感谢 现在有一种电视 这个电视啊 他能够放一个星期的回放 深圳那边都装了 你是看回放 但是你听我说啊 一样啊 太不一样了 不不不 这是伪球迷 因为我 你模拟的一样 因为什么呢 我从今天晚上我就睡觉 然后第二天 早晨一起来 我不看手机 不接电话 信息响了都不听 跟着不看报纸 外界一切都不看 哎 这么把电视调到 昨天晚上那个时候 那对我来说 是一样的 你觉得吗 对我来说是真的 我不知道胜负啊 一只 那个一下打4比0啊 哎 我当然没你那乐趣 但是我说 我就没球迷 是吧 我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你看球 可能也是一个人在家看 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感觉到那个事件 正在跟你同时发生 没错 我觉得感觉到了一种 不同时发生的 一种乐趣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就在猜 我说难道还能进球吗 意大利一个都进不去吗 但是我又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回事 可是呢 只有我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假如在香港 你这样看法还是吃亏 因为在香港 你看现场转播的时候 有一种乐趣 在北京什么地方 可能没有的 香港的房子距离很近 对 你半夜两点